台中市豐原區市中心 嗨!大家好,我是樂一亨 我們現在來到台中市豐原區市中心 這是在第一市場裡面,這是府前街 今天要介紹一間獨棟的透天店面 青烏嶺,這是921之後蓋的 那是民國90年 921是88、89年嘛,這是90年之後才蓋的 然後大面寬,超過6米的面寬,獨棟透天別墅 看一下 這邊齁 1、2、3、4、5、6 可以看到它沒有共鴻壁 獨棟的,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主動的 主動的 那你就 其實啦,這一間透天 我大概念一下齁 它的總價是1680,但是大降價 降100萬 現在只要1580,目前是1580 為什麼要賣?為什麼要降價? 因為賣一陣子賣不掉 所以屋主決定平盤賣掉 平盤賣掉 那這一間實價登錄 也可以講齁 1428 那現在1580 這一間齁 1580 稍微再砍一點 其實也是平盤啦 為什麼?你看齁 1428加上稅金 還有它的中介費 中介費可能就花多少 6% 6%中介費是多少 就是90萬 6%就90萬 142890 1520喔 它的成本就1520 再加上一些稅金有沒 有這個沒的 它的成本就是1500多萬 所以這真的是平盤 拋售大拍賣 終於願意降價了 這是終於撐到投資客願意降價的一天 好 那這一間 它的 它是獨重的 然後又是清武林 像現在我們很多手上街的 一些清武林的透天店面 2000多萬起 都是2000多萬 但是為什麼它那麼便宜 因為它這個巷子不大 剛才你也看到那個巷子的狀況 就是 車子要進來比較困難 就是小貨車 那種小麵包車還可以進得來 那比較大台的轎車就沒辦法 比較沒辦法 比較沒辦法 所以 所以就摩托車是沒問題的 而且是活路活巷 這是活路活巷 OK 我們這個深度大概將近11米 將近11米 然後因為它這個面環很寬 所以你會覺得還蠻寬敞的 這個營業空間很寬敞 當然也當客廳也很適合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間 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衛浴 這衛浴 看起來狀況就很不錯 旁邊是不會有必癌 絕對沒有必癌滲漏水 保固半年 那兩側就有一些什麼 美容美髮工作室 還有什麼 也是在同一個巷子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車衣服的 做衣服的 所以蠻適合做一個小型的工作室 好 這是後院 後院它有一個水塔 除了一樓水塔 頂樓也有水塔 上下兩個水塔給你用 當然這邊要洗衣服 塞衣服也很適合 也很適合 那天然氣有 它有天然氣 它有天然氣 我們去二樓看看 二樓 這邊 這邊中間 衛浴 前面 客廳 一樓就是營業廳 如果說你不拿來當店面 你覺得這個路太小 不適合當店面也沒關係 你要當住家也很適合 嗯 然後 如果一樓是客廳 那這邊就可以當房間使用了 衛浴 廚房在這裡 這邊後面是廚房 這還有一個陽台 這還有一個陽台 這陽台可能連洗衣機都不能擺 就是採光通風而已 然後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 一個 一個idea 就是如果說你覺得想要做一間整層組 或是二樓很適合 因為這邊你可以做一個 這邊可以做一個沙魚缸 淋浴間泡澡缸 這邊可以做 那你廚房怎麼辦呢? 廚房可以挪到一樓 挪到一樓 一樓也可以看人家坐 坐在後院 或是跟客廳合併在一起 也是可以 這是看你要怎麼修改 你去樓上看看 好,那二樓喔 其實它整棟的採光都不錯 前後都沒有...前面沒有什麼遮蔽啦 前面都是矮房子 前面都是矮房子 沒有什麼遮蔽 然後呢,它每層樓前面都有一個 一個花台 它都有一個花台 這個花台很適合讓你擺冷氣主機 冷氣主機都可以擺這個花台 二樓、三樓、四樓、五樓都可以 看你冷氣主機要怎麼擺都很適合 那因為它的面寬很寬 面寬寬 所以很寬敞 房間很大 然後 衛浴 這個衛浴 這個衛浴其實是公衛啦 但是它有兩個門 有兩個門 所以讓你方便使用 後面的房間 後面的房間一樣 因為面寬寬 所以使用空間還蠻大的 非常的寬敞舒適 然後大面積的窗戶 雖然說它背後面 背後面的 背後面的這一棟 透天遮住視線了 但是因為它有大面積的窗戶 所以採光還是可以很好 採光還是不錯的 OK 我們去三樓 三樓跟四樓 格局是一樣的 格局一模一樣 後面的房間也是一樣 大面積的窗戶 採光非常好 然後中間衛浴 也是兩片門 兩邊都有門 然後前面一樣大房間 也有花材 一樣都有花材 可以放冷氣足機 很方便 採光很好 那我們接著 四樓 五樓 去五樓店款 五樓前面 就是一個很大的入台 它已經做到採光罩了 這採光罩狀況還不錯 可以繼續使用 然後 我覺得啦 這裡五樓 對老人家 如果要洗衣服、曬衣服來說 很高了一點 很比較高 那一樓還好有一個後院 可以讓你洗衣服、曬衣服 然後 頂樓這裡 其實啊 我是覺得你可以規劃一個 那個神明廳 做一個神明廳 也很適合 那神明廳因為頂樓比較熱 神明廳沒有要住人 所以比較沒有差 自己搭一個神明廳是ok的 然後 後面 後面 熱水器 這邊有一個熱水器 天然瓦斯 天然瓦斯 然後有水龍頭 有插座 都可以拿來洗衣服、曬衣服使用 這邊曬衣服應該蠻快乾的 頂樓比較熱 然後看到隔壁 大樓 三房 三房 一樣的價錢 跟我們這價錢是一樣的 你要選擇透天 還是要選擇華夏 但是使用空間多一倍 使用空間多一倍以上 所以我覺得這間算是比較超值 而且現在屋主願意跳樓大拍馬 直接平盤 售出 希望 希望你會喜歡 降了一百萬 還有一點點 一點點 只要他不賠錢就好了 希望 如果你有下定決心的話 趕快打電話給我們 好的無間不等人 雖然你覺得賣很久 但是還是會賣得掉的喔 請把握機會 希望你會給我們機會 對不對 餐一個老哥 要不要去看市場 需要嗎 OK 我們去市場看看 因為這邊很熱鬧 沒有看一下市場 有點可惜 這一間喔 你可以看喔 沒有必來滲透水的任何現象喔 所以可以安心的購買 屋況很好 而且一樣有提供半年的保固服務 我們這一條在府前街93巷 府前街93巷裡面 所以修改衣服 修理鞋子 一些工作室 理髮美容工作室 然後出來 就是那個 楓原的第一市場 除了菜市場之外 要停車 也很好停車 旁邊就是 停車場 旁邊就是停車場了 然後銀行也有 便利商店也有 便利商店也有 小吃店也很多啦 非常多 非常多的小吃店 那其實啊 我們這一 這一棟透天喔 它是 嗯 整個 這邊有七間啦 它其實當初是蓋了七間 當初蓋了一、二、三、四、五、六 六間 跟我們後面這一間 前面 六間也是店面 當然賣得很貴啦 如果我賣的是幾千萬在賣的 只有我們這一間 超便宜 因為它在巷子裡面 屋領是一樣的 屋領是一樣的 剛好這樣繞一圈回來 好 這個都有天然氣 因為是在市中心 這是火路火象齁 除了這條旁邊走出去就是民生街 民生路 走出去是民生路 這邊出去的路比較大 它這邊出去的路比較小 但是比較靠近第一市場 好 台曉哥這是你的電話嗎 不是 OK 好那這一間 在哪裡 直接跟你講地址 府前街93向15號 就在這裡 如果有興趣 趕快打電話給我們 好路見不等人 希望你 願意給我們機會 為你服務 找我劉宜恒 或查理老哥 謝謝大家支持 掰掰